中国空军组织的无人针锋开赛 助力解放军无人机战绩水平的提升 空军航空大学的官方微信号在8月5号宣布 空军第三届无人针锋挑战赛正式开幕 有军内单位军工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民旗等领域的39支队伍 270多人参赛 蒋军空军组织这个活动在无人机在战场上大行其道的今天 显得格外的有意义 根据我们的官场空军所主办的无人针锋大赛 是到目前为止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 与实战结合最为紧密的无人系统竞赛 所设置的七个比赛项目非常具有实战的针对性和先进性 比如说空母一急速穿越 要求在有导航和通信干扰的情况下穿越两个门框 副赛比出赛的干扰强两倍 科目二行影不离 要求出动五架悬疑无人机 以密集编队形式来跟踪围捕三辆运动的车辆 并且要排除假目标干扰 这三辆车不是直线行驶 而是有交叉、汇合、分离的机动 科目三使命召唤 考察、考核、有人、无人协同作战 目标精准定位、识别的能力 参赛队要派出三到五架悬疑无人机 搜索捕获目标车辆 然后召唤三架固定一无人机向目标图弹攻击 目标四空中握手 主要考察自主空中加油和封群无人机的空中回收 到了科目五夺旗行动和科目六巅峰对决 那就要考察参赛队的空战对抗为例了 夺旗行动是计算机虚拟对抗 科目六是二对二的实际飞行对抗 可以看出 这基本上覆盖了当今或今后一个时代 空军无人机作战可能面对的各种场景和样式 设计的技术要求比乌克兰战场应该说是高出了一个时代 乌克兰战场上的无人机基本上还是人工操作的 我们的无人争锋竞赛已经全面的转向自主化和智能化 具体探索的战法远远超过了乌克兰战场上 俄乌双方的实际操作 进入了下一代无人对抗的领域 无人化战争是先进的军事国家都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领域 但是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 必须有几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要有对未来无人化战争的前瞻性认知 军队要从上至下充分认识和接受 无人系统将是未来主战装备的这样一个理念 其次要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作为支撑 我们仅仅讨论空军的无人装备也就是无人机 工业部门不仅仅需要能够把无人机制造出来 还需要能够研制相应的指挥控制体系 编写适用于不同战术场景的软件 配套研制不同用途的弹药 这已经超越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能力 从目前情况来看 能够依靠自己的制造业 全面的支撑空军无人体系发展的国家 也只有美国 以色列和中国 第三 就是要对无人装备的应用和战术发展 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 要充分的展望和设想 无人装备体系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能采取的战术 这就是无人争锋比赛的意义所在 当然了 在观看这六个场景比赛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 它和实战还有很大的差别 无人机和目标的距离很近 看不到远距离侦察监视 火力打击 以及一架无人机摧毁另一架无人机的空战格斗 这是竞赛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需要把无人机的各种动作放在裁判组 能够直观看到和评判的视野之内 而且很难真的安排火力打击环节 但是内行的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竞赛 看出参赛队的实际科研水平 比如说在风群作战当中出动无人机的数量 协同的能力 还有完成任务的节奏 这都是可以直观感受到的 据我们所知 解放军的其他军兵种如今也对类似的无人系统竞赛活动非常积极 解放军在新作战理念研究方面采取的这种开放的态度 不但有利于战斗力的提升 也有利于全民国防的开展 国防工业部门和有关高效的参赛单位 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相信在这样的双向努力之下 我军的无人系统作战能力 将能够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的 的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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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